请谢委员国梁询问,寻答时间二十分钟。 主席,在场的各位委员同仁,我们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贝提名人。 主席,我们可不可以请贝提名人康兆州先生、沈美珍女士、还有许文斌先生。 请贝提名人康兆州先生、沈美珍女士、许文斌先生。 先恭喜各位贝提名人,能够成为第五届监察委员的贝提名人、候选人。 我想先请教康,我们都叫康局长。 康局长,你承认食品药物局的局长,也就是现在的食药署。 那你担任局长的时候呢,事实上那一阵子我记得也发生过了有些事件,包括我们俗称讲的毒淀粉等等。 当然那时候你的处理也非常的积极,但是事实上也有外界有很多声音,也有一些批评跟质疑。 那针对于这个事情呢,你可不可以评论一下,就是有很多人说你在毒淀粉事情啊,觉得你好像处理得不够好。 那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那个时候的部分,你的立场跟原则可不可以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这个由你的专业转换到监察委员,那你可不可以站在监察委员的角度? 因为你的专专业是在这个领域,你如何做好这个领域监察委员的功能? 是,多谢委员的质问。 那那个我想对于处理这个之前处理毒淀粉的事件,其实大家认为说这是一些比较独立的事件,其实从塑化剂一直到所谓毒淀粉的事件。 那这个外界会有一些质疑,就是说好像你检验到了,他就是犯罪。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啦,因为这些东西呢,事实上他是有背景值的,也就是说在一般的食品里面都有时候会被查到。 所以当我们在查到一个东西,检验到的时候呢,并不代表说他就是非法,我们一定要看他说,他的为什么会出现。 所以像说法剂,他并不是因为包材融出来的,不是因为这个塑胶瓶所融出来,或制造过程中像风管啊,这些塑胶板所融出来的。 那这些,所以我们就要确认这些所有的过程,确实是不是这样子。 那毒淀粉也是一样,这顺精细二酸,我刚刚也提到过了,这其实在自然界中已经会有存在。 像咖啡,我们知道他有些咖啡比较酸,那就是因为他所有的酸的比例不一样。 所以像这种事情呢,其实我们都要加以确认。 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有几个产品,里面有顺精细二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了解他的来源,所以才会去追踪。 所以我们追踪到上游,说他是用某种淀粉,那这淀粉怎么来的,然后他是怎么去修饰。 然后再查到时候,再回到前面,然后就是看到原来的是进口的还是制造是谁。 所以要去抓到这些厂商。 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到最后,检调已经在查了。 检调也查不出来说,这个原料是从哪里来的。 那刚刚我也说的很谢谢这个委员的提供资料,所以我们才有突破。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间,确实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调查。 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因为我们是要处分别人。 所以我一定要证据一定要非常确凿。 否则说,如果我随便讲说,有一家厂商被检验出来,结果发现说,它是自然产生的。 它的这个商欲可能受到受损,这些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 那我想同样的这个严谨的态度呢,我想我到未来如果能够获得军院同意当检查委员的时候, 我也会用这样一个科学的态度。那当然,除了我原来的学业专业的背景之外呢, 其实我也很高兴,很敬兴说,我有这样一个四年行政的经验。 所以我很了解在这行政人员,他们的施政的过程中间,有一些有所限制。 还有一些法规,其实需要很大的修正。 那时候就是需要军院一起合作,把这个法规给修正过来。 所以我想未来呢,除了与专业,当然这不法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 但是如果说在行政单位,在有所困难的时候呢, 我也会跟行政单位,甚至于跟立法院这边一起来合作。 透过我觉得这个三院的合作呢,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大家说这几个院是不是有所冲突,我个人觉得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当初在公务单位的时候,监察院来做纠正,我都是坦然的面对。 你刚刚讲到纠正案,我刚好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就是说,事实上食品药物管理局来说,我有看了一些资料。 过去呢,其实是对于他的行政院主管机关,或者是卫福部, 或者是对食品药物管理局现在变成食药署,有些纠正案。 那刚刚好像我也看到有些委员提出,对于这个纠正案有很多质疑。 那我觉得这个纠正跟纠局,当然我个人知道不大一样。 不过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说为什么在你担任署长的时候, 这个局长的时候有一些的纠正案的一些这样的发生。 那这个纠正案我相信跟你个人的操守是没有关系啦。 但是它毕竟也是对你们的一种纠正。 那纠正是纠正哪些内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免得大家会有一点误会说,好像纠正好像弹劾, 其实这个稍微不大一样,这个我们清楚。 是,谢谢委员的发问。 那其实我们把这几个案子,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纠正案, 所纠正的产品案件发生的原因,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目前台湾整个食品管理的制度跟法规还是不足。 那这些不足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而且会冲突。 比如说这个,大家认为说所有的食品都是只有卫生单位在管, 其实不是,其实卫生单位只是整个食品管理体系的一个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纠正案, 例如说塑化剂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一个塑化剂的管理, 就是牵涉到了环保署。 然后另外的像稻米的农药, 其实大家,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法不清楚, 所以大家说稻米就是卫生单位管, 其实我们稻米有粮食法, 是特别是由农委会来管的。 但是这个还有猪血糕的案子, 那这些都是牵涉到这个, 我们知道说屠宰场, 这是归农委会管。 但是那做猪血糕的厂, 它是在一起, 这事实上是靠在一起的, 但是猪血糕的厂就变成食品厂, 变成卫生单位在管。 所以呢他们用一种管子, 从两个工厂这样子流动。 那这个就会造成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要依什么卫生条件来做这些管理。 这个是我们目前法的一个所谓灰色的地带。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修了法, 把这些事情给拟清了。 那另外比如说, 还有纠正这个像美国的牛蛇的案子, 其实在依贵军院修正的, 原来的视频卫生管理法11条里面, 牛蛇是可以进口的, 所以厂商呢, 就跟国防局申请进口, 那是因为依法它可以进口, 但是只是说, 大家听到这样子的时候, 对牛蛇, 那时候是因为美国带骨牛肉的问题, 所以大家对牛蛇还是有点怕怕的。 所以这样子的问题。 这样局长, 我跟你说, 就是你讲这个我能理解, 那我也想跟这个在场的监察委员来, 因为未来我相信, 不管是不是全数, 大多数在座的各位会变成我们未来第五届的监察委员。 我们现在行政单位也有一些诟病, 这个其他的两位监察委员也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是我可以先请教沈美征委员, 因为你也是上一届的这个委员, 就是说现在行政单位也有一些抱怨, 就是说, 对于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行使这个监察权, 这个宪政制度赋予的这个权利之权,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说这个平凡度跟它的深度跟它的目的, 其实这个好像感觉包罗万象, 这一届这六年间,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奉公守法, 勇于认识的公务员, 可是他们几乎对于这个监察院, 有很多对他们的一个调查, 是觉得说不符合比例原则, 太平凡, 或者是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一种公务跟职权的行使, 然后回头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可能调查完提了一个纠正就结束了, 纠正其实就是改进改正的意思, 我想这个刚刚抗警长也他这边也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是想说, 我们这个第五届监察委员, 未来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行使你适当的监察权, 可是不要去干预行政权, 有一些干预到的行政权, 有一些都不必要的, 很耗费人力物力的调查, 我想请教你, 你对于监察委员行使职权, 这样子的现象, 你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你了不了解, 一般的公务机关有这样子的反应? 是, 跟委员说明, 我想确实有些行政部门会觉得说, 被监察院寻查很很麻烦, 然后很花时间, 不过呢, 监察院在行使职权的时候, 一定是有哪些业务认为说, 是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调查有没有为师, 那有时候呢, 对于行政业务的为师, 如果能够有效纠正的话, 它造成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那例如说, 我查调查比较多的, 像甲农民的案件啊, 或者是儿童保护的案件啊, 也是因为说, 我们有比较深入的调查, 才能够发现确实的缺失在哪边, 那么家里纠正后, 他们也能够有效的改正, 所以监察委员在调查案件的时候, 不会是漫无边际, 那也不会说呢, 做行政指导, 因为像在有涉及行政指导之前, 我们彼此都会互相约束, 那另外一点的话, 有些案件确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调查, 以江国庆案件为例, 我们这一届调查的时候, 是已经第三次调查了, 那前面两次调查的时候呢, 也许就是相关的市政, 搜集的不够多, 查的不够深入, 所以才没有办法发现那么严重的为师, 那这一次我们查江国庆案的时候, 就是花了好多的时间约旋调券, 然后讨论, 才能够查出那样的为师, 所以有时候是有必要的。 好,我请教这个许文斌先生, 我们这一届, 在上一届我们有王建先王院长, 他在刚上任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人气, 跟受社会尊重的程度, 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但是他在一路上有一些发言, 后来就越来越, 就是招惊, 就是有一点, 变得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事实上对很多政府的批评, 有些不客观, 有些用语不恰当, 那当然他后来,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也后来, 所以我实在, 我就是想请教你说, 到底为什么王建轩, 王院长, 他这个有,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不管您过去的工作, 是在哪个领域, 我想请你评论一下, 这个方面, 就是说依你来看,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王院长过去的很多发言, 跟社会常理的判断跟依据, 有一点, 稍微偏离, 那你又怎么样去定位, 就是说社会, 现在在普遍认知就是说, 哎呀, 我们不要监察院了, 监察院可以废掉, 请不要忘了喔, 现在社会普遍存有这种声音喔, 假如我们现在去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话, 我认为这个民意调查不一定会很低喔, 所以说, 我认为这跟王院长的言跟行, 是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的, 所以我知道这一题不是很难, 不是很容易回答, 那不是很容易回答才请你来回答, 我很乐意回答, 三点回答, 哎呀, 讲真心话喔, 第一点, 第一点, 王建轩的发言, 我也是报纸上看到的, 所以呢, 我不能替他回答, 我只能说, 有一些, 有一些言论我也不认同, 这是我第一个回答, 第二个回答, 就是刚才你针对说, 监察权不能太膨胀, 不能随便把人家那个行政, 行政单位的关于公务员就找来问, 这一点我百分之百认同, 我百分之百认同, 我一直认为说, 其实你在调查, 这个行政单位的, 違法失职的, 这个案件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需要去, 一定要找人来, 言辞询问, 你可以书面都可以, 书面去回答, 去问你们说, 当时你们行政单位,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先书面回答, 很多事情书面回答, 其实监察委员就可以了解了, 这个据我的了解, 这是我的第二点回答, 第三点回答, 就是说, 这个监察院的存废问题, 早上我在五分钟报告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过了, 我刚刚不在, 你再说一次, 现在还有五分多钟, 我当时就引用了, 美国开国延勋, 杰弗逊, 在他所做的, 《联邦论》那本书里面, 他就提到一个概念, 说政府的决策, 往往是要在, 两害全其轻, 或两利全其重之间, 做出抉择, 而不可能是, 实权实美的, 所以, 监察院要存要废, 这牵涉到五权宪法, 要不要把它推翻掉, 这整个国家宪政体制, 翻转, 这个所带来的利弊得失, 所引起的震撼, 跟我们今天所要, 批评他的说, 你是文子愿, 所以不要理了, 这中间, 是有一些利弊得失要去衡量, 我现在, 我也没办法做出, 这个A加A减,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话题可以讨论, 但是涉及到, 整个宪法的修改, 大家, 能不能承受到, 这么震撼的翻转, 这是大家来评估的, 好, 就是, 我觉得你讲的, 算蛮中肯, 就是说, 监察院的存费, 要先从, 憲政制度去, 找手, 那, 我在这边, 也要跟各位监察委员, 说明, 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憲政制度, 整个赋予监察院, 跟监察委员, 行使职权, 在憲政的位阶, 是相当高的,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你可能, 只是说我们, 几个上午, 一个上午, 一个下午, 很短的时间, 跟各位来做一个, 询问, 跟打询, 之后的六年, 可以用海阔天空, 来形容, 各位的手上的一个, 憲政职权来发展, 但是呢, 事实上, 现在社会对监察院, 有很多的批评, 有的人就是说, 包括我们监察院的大家长, 发言不当, 影响到监察院整体的士气, 包括说, 调查, 某些监察委员, 他就是对某些案, 特别有兴趣, 每一天就调查, 造成了很多公务机关的人力, 物力的一个耗费, 那我在这边, 也非常忠肯地跟各位讲, 希望就是说, 各位未来在监察, 权行使的时候, 能够有效地, 注意到这些问题, 不要带给, 我们所谓在民怨, 你们是在公院, 因为公务员有很多的抱怨, 这是真的, 那我相信未来六年, 大家的很多时间, 去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我在这边也预祝, 就像我刚刚讲, 不一定每一位, 但是大多数的, 在座的各位, 应该是我们第五届的监察委员, 那这个也希望各位非常谨慎, 小心, 来行使各位手上的监察权, 好,谢谢。